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恐怖电影《怯怯思语》 故事开始,女主是一个面临着高考压力的学霸 晚上女主在家整理东西时翻到了一本笔记 笔记里记录着女主和闺蜜的友情 可惜闺蜜已经死去 当初在高考的前夕,闺蜜为了帮助女主解压 特意约女主出去玩 结果由于母亲的反对,女主拒绝了闺蜜的邀约 选择继续在家做题 没想到闺蜜却在外独自游玩中出了意外 女主一直为此自责 如果自己答应赴约,也许就能阻止意外的发生 另一边,班里的几个同学在高中毕业前夕 计划着来一场短途旅行 同学们邀请了女主 想起去世的闺蜜,女主决定任性一次 背着母亲答应了同学们的邀约 然而在旅行的路上,女主就开始不断的做噩梦 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旅行中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接着,汽车开到了一个岔路口 大家随意选了一条路开了进去 在路的尽头,大家误打误撞地来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游乐场 结果就在大家为这一奇遇兴奋不已时 突然来了个老婆婆把众人给赶走了 回去后的众人越发对游乐场来了兴趣 于是查了游乐场的背景 据说在游乐场初见之时 就有人告知这里是鬼魂聚集的兄弟 但是投资方并没有望而止步 反而利用这一点建立了一个真正的鬼屋 然而投资方却在接下来的金融分暴中宣布破产 随后精神崩溃地在鬼屋杀了妻女后便跟着自杀了 这样的传闻更是激发了几个年轻人的冒险欲望 于是到了晚上这群人就开始了自己的作死之旅 直播闯鬼屋 当众人进入鬼屋的那一刻 鬼屋的门便自动关上了 直播刚开始女主的母亲就打来了电话 于是女主离开了众人的视线 走到一旁去接电话 这时一个罗莉突然出现在了女主的眼前 罗莉的脸上挂满了泪水 哭诉着自己和妈妈走散了 女主不已有她 于是便带着罗莉去找妈妈 两人逐渐深入鬼屋 却始终没见到任何人影 女主无奈之下 只好打电话报警求助 结果警察那边的电话里 却传来了无数人的窃窃私语声 根本就听不清女主在说什么 紧接着电话莫名其妙地被挂断 警察也把这通来电当作了恶作剧 另一边的众人为了增加直播的点击率 开始计划提前用现场的道具 想方设法制造恐怖画面 眼镜哥和小胖率先去往了不同的景点做准备 留下了三个人主持直播 接着三人组就以虚假直播的方式欺骗观众 假意的四处在鬼屋里游览景点 众人先是来到了一个挂满红线的祭祀场景 无数根红线从一个水槽里延伸到了天花板上 众人走进水槽 发现里面有具头巢下泡在水里的尸体 好奇的女儿伸手触摸了一下尸体 并故意尖叫增加了恐怖效果 然后就赶紧拉着众人装作害怕的样子逃走了 然而就在几人刚刚离开的那一刹那 尸体就突然出现了变异 经过这一次计 直播的观众有了大幅度的上升 三人组又趁着热度上涨 来到了一处悬挂的棺材面前 棺材里躺着准备就绪的眼镜哥 女儿按下了启动棺材的开关 接着棺材缓缓降落 此时意外突然发生 无数双手伸了出来 把棺材拉进了深不见底的黑洞里 随着眼镜哥的一声惨叫 三人感到大事不妙 商量着要去找眼镜哥 但是酱油哥却坚持继续直播 男主被酱油哥自私的行为激怒 二话不说便带着女儿扔假酱油哥离开了 与此同时 另一个景点中的小胖也不幸撞鬼 投资方的鬼魂把小胖装进了麻袋里 开始往鬼屋的洞穴深处里托 而身强力壮的小胖 则找到机会从麻袋里暂时侥幸逃脱 而另一边气急败坏的酱油哥 决定独自完成直播 然后举着摄像头 走到了一个挂满人体模型的洞穴中 在不断深入洞穴的过程中 酱油哥不慎撞到了一个人体模型 人体模型被惊醒转动了眼珠 酱油哥被吓得跌倒在地 接着无数的人体模型掉落 周围响起了怪笑声 酱油哥想要逃跑却已经来不及 挣扎着被埋在了洞穴中 画面转到女主这边 善良的女主仍然带着小罗莉在找妈妈 这时周围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哭喊声 正当女主细细去听时 罗莉却警告女主不要去听那些声音 因为如果女主去听那些鬼哭声 就会被鬼当成同类给带走 接着罗莉带着女主走进了一个未知的空间 罗莉的妈妈也在此时出现了 女主看着妈妈四肢扭曲的状态 立即意识到自己遇到了鬼 就在两人团聚时 女主疯狂地想要逃跑 而罗莉也在此时露出了作为鬼的真容 死死地追着女主不放 就在千军一发的时刻 女主跑进了一个房间里锁上了门 逃过了一劫 此时房间里回荡着音乐声 女主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和自己同病相连的小姐姐 小姐姐似乎对这里颇为了解 提醒女主现在鬼屋已经开始变换空间 如果不能在房间的音乐声停止前找到出口 不管是人是鬼都会被永远困在未知空间里 另外要注意的是在逃跑的过程中 活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和死去的人对话 另一边的男主和女二通过相连的空间 在底层的洞穴里找到了酱油哥和棺材里的眼镜哥 而此时的酱油哥很明显已经被鬼附身 正在自挖眼珠 三个人吓得软倒在地 酱油哥上前随即抓住了眼镜哥 男主反应过来后想去阻止 结果却被酱油哥一把推开 接着酱油哥就把眼镜哥按在了地上 开始挖眼珠 画面再来到小胖这边 同样误入未知空间的小胖 不幸被锁在了一个房间里 房间里有台自动工作的缝纫机 小胖凑近缝纫机 随即看到了缝纫机下有无数的眼珠正在转动 小胖被吓得退到了门边 努力地转动门把手却怎么也打不开紧锁的门 这时罗莉妈的鬼魂现身把小胖给抓走了 与此同时 女主正和小姐姐一起慌不择路地逃跑 结果无意中遇到了从另一个空间传过来的男主 女主和男主介绍了身边的小姐姐 但是男主却表示自己什么也没看见 小姐姐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捡起了地上的镜子自照 然而镜子里却空空如也 小姐姐这才不敢置信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 接着两人赶紧趁机逃走了 另一边的女二被转移到了另一个空间 然后遇到了已经变成鬼的小胖 当男女主赶来时 发现女二已经被吓得精神错乱 这时之前的祭祀景点再次出现 女二被关了起来 接着水槽里的尸体站了起来 把女二拉进了水槽中 眼看同伴们已经全部意难 男女主趁着最后一口气 开始不顾一切地往出口跑去 期间同伴们的呼唤声不断地回荡在两人的耳边 两人坚持聪耳不闻 互相搀扶着到达了出口 在闸门即将落地的那一刻 男主先一步冲了出去 紧接着两人合力搬住了闸门 就在女主准备离开时 死去的闺蜜却突然出现在了女主的面前 女主这才醒悟了过来 闺蜜死后其实一直在身边守护自己 在一开始来的路上 闺蜜就托梦提醒了女主旅程有危险 为了保护女主 闺蜜跟着女主进入了可怕的鬼屋 因为犯了和死人说话的禁忌 女主本来是不能离开的 但是闺蜜却出面顶替了原本应该留在鬼屋里的女主 很快罗莉妈就从黑暗中现身 把闺蜜拉回了鬼屋 而女主为了闺蜜 最终决定和对方一起留在了鬼屋 电影的最后只剩下男主一个人逃出了鬼屋 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也在这时自动转了起来 预示着游乐场惊天了亡魂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